那个单身践行者,我觉得你总是有一点,怎么说呢?你总是在其他地方也在攻击诋毁这伊斯兰不好,现在土共巴不得挑起民族争端,民族仇恨,宗教冲突,那个你不要为他们做事,这样真的是在帮土共的忙。 我给你解释一下,穆斯林为什么在街上做礼拜?因为每次两大节日的时候,那个教法规定的是,就是穆斯林都要去朝,每医生当中要去朝鲜一次,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,那么星期五要到清真寺去参加剧礼,这男人。 所以每次两大节日和星期五的时候,有很多人到清真寺做礼拜,尤其两大节日的时候,穆斯林来很多,上海那个地方也不例外,因为它有很多,像义乌啊,浙江那一带,有很多穆斯林到那去做生意。 他们加工生产,然后出来的东西卖给中东国家,穆斯林越来越多,那么小,寺特别小,一般的南方的寺肯定都小。 嗯,现在是四小人多,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做礼拜,所以没有办法,他们就选择附近的,比较空旷的街道,然后排着整整齐齐的,站的地也不多,礼拜时间也很短,真正做礼拜的时候,也就那么,距离的话,也就那么几分钟就礼完了。 距离之前就是讲讲,讲我二字,我二字就是演讲,这都是无奈之举,没有什么示威啊。 穆斯林是征兆教法,是不给人烦蛮的,不会干去影响当地人的生活,生存,你看就是,只是静静的默默的,叩头鞠躬礼拜,做个礼拜而已,怎么就不能包容呢? 他们不在街上,到哪里啊?那四里容纳不了,你说你让他们到哪里去离呢? 对吧,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那么几分钟,有什么不能理解包容的? 非是要说人家什么故意这样,故意那样,干嘛要黑啊?黑穆斯林,丑化伊斯兰,对你有什么好处呢? 在单身群里,你就是发这些攻击诋毁伊斯兰的帖子,我根据群规,我就把你给移出来了。 你又到这个群里来,你是不是在哪个群里都在干这事啊? 你的工作任务就是这个吗? 我希望您考虑这个我们,您就大举,从大举着想,一直要澄清事实,要说真话实话,不要随便的攻击诋毁人,一个宗教。 不要仇化穆斯林,仇化伊斯兰,我觉得那个你现在不要帮统治者的忙,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。 很多人很可笑,说伊斯兰就要去什么改变教义。 一,真主在古兰经里,包括圣人圣训里边,都是以和平为主,要善败世人,教义就是这样规定,你让他怎么改呢? 他没有暴力,他只是战争时期,号召人们奋起反抗,维护自己的。 只要是,不在战争,不在两派,就是两个,在战场上,不是,只要不是在战场上短兵相接的时候。 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是,多么博学似的,一上来就说穆斯林无知暴力。 我觉得你说这话才无知呢,才是打击面很广,攻击且很强的呢。 理性一点,中和一点,看问题客观准确一点,好吗?我请您,我也是一个穆斯林,我,你要这样说,我就不乐意了。 因为伊斯兰的意思,翻译过来就是和平的意思,就是顺从与和平,善待世人的意思。 怎么,你怎么就说他是暴力呢? 只是,不要断章取义,古兰经里边在战争年代是,号召,叫众起来,奋起反抗,有个别一两句,或者,个别章节提到了这个。 在战争年代,但是,伊斯兰教的七十个大罪,你知道吗?禁止,全都是禁止邪恶和暴力的。 没有倡导人们用什么暴力去攻击别人。 所以你,根本就不懂伊斯兰,不要在这说,不要在这说,我会笑话你。 我想谈谈穆斯林,早上在好几个群演,是因为发了那个贴,这两天我发现到很多人,他们对于这个,莫名其妙的就把这个穆斯林又拿出来了。 由于这个,当然川普上台之后,对这个非法移民,加上对这个审核,所谓的中东移民,穆斯林教徒审核比较严密,他那么就可能因为这个话题,就在中国人这边也是开始兴风作乱了,就开始跟着这个议论这个话题。 在我看来的话,其实我们新加坡也是移民国家,也是很多的穆斯林四大种族里面有马来人,马来人也就是穆斯林嘛,伊斯兰教徒哈,但是在我感觉新加坡没有那么恐怖哈,新加坡政府非常的聪明。 他们在这个对待,所谓的基端啊,所谓我们说的基端的这些宗教信徒哈,呃,不管什么信徒吧,我想他应该都是,都是反对的,都不单单只限于这个,呃,伊斯兰教徒吧,呃, 那么像新加坡他新闻媒体报道自由哈,他通常对于呃,基督徒哈,就是基端信仰基督教的这个,他也是如实报道的,所以他最关键如实报道的目的是为什么呢? 他就是希望,呃,就是民众,我觉得新加坡政府的一个做法哈,就非常聪明啊,这个是我觉得中国也好,包括台湾哪里都好,对于种族问题哈,这个是很敏感的话题,新加坡政府因为我们这边是小国家,加上他这个周边都是穆斯林国家啊,一个印尼啊,包括一个这个马来西亚都是穆斯林国家, 还有呃,呃,文莱啊,都是这样的问题,所以做一个国家领导层面,你来处理这些问题哈,你的态度是要非常慎重的,而不是以点盖权的发动这些,呃,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些冒出来攻击穆斯林的是什么人物哈,我作为是五毛层面,五毛群体,国家呃,舆论引导哈,出来攻击穆斯林,我觉得简直是愚蠢, 很透顶啊,你根本就是为了达到一种分化啊,瓦解,然后挑逗民族情绪,又是人斗人,以天斗其乐无穷,以地斗其乐无穷的这种的状态了,完全是为了呃,引导舆论,然后把这个国内的一些问题啊,就是矛盾化啊,根本本来就是政治问题,又扯到了民族问题去了, 如果是理性稍微有点判断能力的人,他一定有这种思维能力哈,你想想世界的三大宗教里面哪里包括这个基督教了, 在国外的基督教,穆斯,伊斯兰教都没有人讲他们是邪教,哦,现在我们微信群里面这么多脑残跑出来,攻击,呃,这个伊斯兰教是邪教, 你真的很有底气,很敢讲啊,我说这些人真的,我早上在那个区,看到好几个人在那边,激动的攻击,啊,伊斯兰教,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幼稚了,可能他连一本可兰经他都没有读过,他就在这边攻击,我觉得简单,最大的问题目前还是体制问题,啊, 啊,跟这个宗教问题扯不上任何的关系,真正有关系的是他们没有信仰的自由,啊,我们新加坡这边他也是很多的穆斯林,啊,呃,这个怎么说呢,他们的信仰非常平和,理性,啊,所以我们其实真正应该要倡导的是,在一种资讯,啊,还有就是思想自由的前提下的一种,啊,正确的引导,啊,那新加坡政府他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, 啊,啊,他会把这个极端的这个原教旨主义信仰者跟,啊,平和理性的,啊,这个穆斯林教徒做一个切割,做一个区分,啊,那么他在打击这些极端分子的时候,都通常会加上少数极端恐怖,啊,分子,这个,这个标头,啊,做一个切割,不可能一点概全的就指所有的什么绿教了,又是绿教徒了,又是绿教徒了,又是, 呃,呃,呃,伊斯兰教了,这种说法简直就是一点概全,哈,不是所有的这个穆斯林教徒都是,呃,绿教徒都是邪恶的,哈,这个是我觉得我们 微信群里面要做一个参数的,真正极端的教徒,啊,他,他们,呃,弃义理解了,或者说走,走火入魔了,走入企图了,这个不光只是宗教,哈,我觉得不应该怪罪于这个宗教教旨的问题,是应该是属于信仰教徒本身,哈,呃, 能理解这个宗教出现偏差了,然后导致极端的问题,当然你可以说,中东现在很多的这个极端教徒,对吧,那我们应该做的是一个切割,啊,而不是一点概全,其实我们国内,我现在看下来,中国国内的穆斯林教徒都很平和,都很,都属于还是算是比较理性,哈, 哈,这个信仰没有自由,你可以包括依基督徒,哈,你看猜基督教坛,啊,在这个,呃,可能新加很多穆斯林得不到尊重,哈,包括在我们,呃,所谓的这些教育课程里面,公民教育里面,没有适当的去教育国民,怎么和平的,怎么去包容的相处,哈,这一方面新加坡做的就,真的是很到位,哈, 哈,不然这么一个小国家,这么多的种族,他怎么可能能够和和谐共处,对吧,这都不是说着玩的,这是真正要拿出实际的一些东西来做的,哈,新加坡这方面,呃,你看学生在公民教育课,他就要上,呃,关于所有宗教信仰,啊,基本的一些礼仪礼节,哈,做到让孩子们全部要互通有无,就是你要了解我的宗教里面的禁忌, 我要了解你的宗教里面的节日,哈,需要什么,所以现在新加坡的,呃,穆斯林,哈,他们跟我们华人真的是非常融洽,到过年过节有时候看到穆斯林邻居,我们也会,呃,他们会给我们下哈红包,到他们的节日,我们会给他们绿包,就是这样的,啊,都是特别和睦相处的,哪有出现,呃, 中国人这种不包容的状况,你说这个宗教节日的干扰,哈,像礼拜,这个穆斯林在路上,中国人一点点就受不了,就开始出来谴责,有什么好谴责,啊,那,如果像你们这样说,那华人的陋习不是更多,对吧,啊, 啊,我们在新加坡是真的,如果是做宗教信仰来讲,道教徒也是很复杂的,他那个人死了,在楼底下,敲敲打打,那个,皱月,烧金纸,灰尘满天,都是非常干扰的,可是呢,呃,对于这个,穆斯林,哈,结婚,在楼下,叮叮叮叮叮,也是敲那个鼓,哈,打鼓,打一整天,翻音乐,呃, 非常热闹,都是一种干扰,啊,那,都是要互相来包容的,所以,我觉得这个,真的,我对于很多人,对于看到宗教徒,做一些礼拜,一些节日,一些活动,稍微出现这样的状况,就不理解,就出来谴责人家,真的,我是真的不理解,因为像我们这边,呃,四大宗教啊,全部都有各自的,呃,礼俗,啊,而且, 都是可能会影响到,隔壁邻居这样的状况的,那,大家都是要互相来包容的,啊,这是真正要,要有那种包容精神的,啊,虽然你可以说,他干涉了你的自由,是啊,音乐音,呃,那个,敲敲打打,真的是,就是干扰了别人的,可是怎么办呢,呃,没有办法,哈,所以,我觉得我非常庆幸在这边,呃,学会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包容,哈,就是,包容别的种族, 啊,他们很多的礼俗,很繁琐,呃,很潮,可是呢,我们都能,都能要学会包容,啊,不要动不动出来,就,就指责了,就是,怎么怎么样,哈,其实这样不好,哈, 哦,刚才,哈,我听完了那个镜子,的语音,我真的心里边暖暖的,很感激,很感谢,也很感动,感谢镜子,每次都是在我们,穆斯林,被攻击,受苦受难的时候,挺身而出, 仗义直言的,真的是受苦受难,因为,我们现在有很多,嗯,穆斯林民主人士都退群了,他们说在很多群里边,你不想争论都不行,你只要一解释一回答,就会有一大群人出来围攻你, 然后有些,语音,语言真的是,刁钻刻薄,很尖利的,所以,那个,就是说,严重的就是,被伤害的那种感觉,很多穆斯林,嗯,都跟我们说,嗯,就,我们穆斯林在一起的时候,都,都,都,一是我们非常痛恨RS,我们,嗯,很清楚,因为RS, RS,他不是穆斯林,他们是一群别有用心的人,RS的头领,就是犹太教,他们父母也是犹太人,他也是犹太人,他原来就是犹太教的信者,不知道最后怎么又变成了穆斯林,而且他们这帮人多数都还不是中东这边的穆斯林, 他们是来自,呃,英国,法国,美国,澳洲,欧洲,一些,很多都是听法闭眼的洋人,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,就变成了穆斯林,还有一些可能是穆斯林的第二代,还是第三代,那,那些也是一些,根本不懂,叫一叫, 然后那这帮人都是,嗯,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,驱使,凑到了一起,打着伊斯兰的旗号,干着丑化伊斯兰,抹黑伊斯兰,反伊斯兰的事, 同时也是反人类的,反反,反造物主教义的事,他们干的这些事,我们穆斯林都很惊讶,很害怕,害怕什么呢,伊斯兰他们杀的大多数是穆斯林, 还有就是他们打着伊斯兰的这个旗号,纯粹就是在丑化伊斯兰,就是为了引起全世界人的公愤,对穆斯林的排斥,对伊斯兰的抵触,甚至打压,我们真的很害怕,没想到这股风又刮到了国内, 我觉得这也是土共借机吧,这是他们的一个政治阴谋,我他们专门,土共专门花钱雇了一帮人,写这些东西,很多都是造谣诬陷的一些东西,但是大多数人又不懂伊斯兰,又不了解伊斯兰,所以很容易被蛊惑,被煽动, 然后他们专门搞了一帮人,没事干,专门在各个群里,散发这些帖子呀,然后还有些人断章取义,知道一点点就拿来说事, 然后不管怎么说,就说调起,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调起所有的人,对伊斯兰的抵触,反感,甚至排斥,打压,调起民族争端,调起宗教冲突, 然后缓解这个,然后缓解他们的政治上的压力,那个为自己延长寿命,统治者是为了自己延长寿命,每次在他们危难的时候, 他们都会要调起民族的问题,或者是种族的问题,来以此来掩护他们自己,来转移目标,转移矛盾, 然后从中牟利吧,做出渔翁之力,一棒相征,真的是受力的是统治者, 我们前几天,同城的一些同道人在一起吃饭,大家还在一起议论, 也都已经感觉到这种,说山羽越来丰满楼,因为他们是土共药, 今年要严惩两种人,一种所谓的分裂国家罪,还有一种就是煽动颠覆罪, 首先他们认为劲敌就是穆斯林,尤其是新疆的穆斯林,还有西北的穆斯林,他们也害怕, 他们知道穆斯林很抱团,很齐心,又不信玛利邪教, 如果他们太过分的话,穆斯林要是奋起反抗,那真的是一支强劲的队伍, 真的是劲敌,他们很恐惧,害怕,所以他们现在先是煽动所有的汉族, 对穆斯林,煽动中国的大汉族,对穆斯林的仇恨, 然后埋下伏笔,接下来他们可能要, 今年我估计他们要大台杀戒,对新疆的, 也许还会对西北,其他地方的穆斯林,要下毒手, 到那个时候,就有一些群众基础了, 中国的老百姓就会觉得, 哎,那个穆斯林应该灭绝, 应该收拾他们,应该好好的惩罚他们, 那么就,或者很多人就会默认, 就像当年他们想镇压法轮功的时候, 制造一些法轮功的恐怖事件, 什么汉人听闻的一些所谓的新闻, 然后最后为镇压法轮功做准备, 他们现在又是同书一辙,又是这个样子, 想镇压穆斯林了,然后就先, 现在土共又是打的这种主意, 故意搞一些,反正组织了一支队伍, 故意调起民族仇恨,宗教冲突, 就是让基督徒和穆斯林干起来, 汉族和回族干起来, 然后他们接下来,他们好镇压呀, 他们不光是镇压穆斯林, 也会镇压基督徒的, 也会镇压民主人士, 他们就是心怀叵测, 以后啊,你想镇压起来, 就有话说了呀, 就有, 就会说, 哈哈, 反正就是他们要的理由和借口吧, 我希望我们的同党人不要被利用, 不要跟着掺和, 不要帮土共的忙, 因为我是一个穆斯林, 我们所有的, 你看在西北, 穆斯林跟汉族友好相处, 亲如一家, 大家都处得挺好的, 从来没有这些事, 我也承认, 那个穆斯林当中有一些好斗分子, 有一些根本没有文化, 没有知识, 学业里就容易被煽动的一些存在一些基因吧, 那么这些人毕竟是千分之一都不糟, 中国有十八, 全世界有十八亿穆斯林, 中国大概也有, 他们说有一亿了, 我不相信, 反正至少有几千万穆斯林, 可是恐怖分子占多少呢? 千分之一或者是万分之一都不糟, 那么不能说有个别的人是恐怖分子, 你就说整个这个宗教都有问题, 整个这个信仰这个宗教, 对吧, 你不能因为你个别人有问题, 你就说信仰这个宗教的人都有问题, 都是恐怖分子, 然后都应该统统打击, 惩罚, 甚至灭绝, 我就觉得这个都是, 我都有点奇怪纳闷了, 这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够分得清是非取值的, 怎么就有那么多人掺和呢? 有那么多人积极参与到这个攻击诋毁伊斯兰, 打击穆斯林这个队伍当中呢? 尤其咱们很多民主人士也这么积极参与, 我真的是很寒心很不理解。 地马啊, 我就是这么感觉的, 我觉得他们, 你想想看哈, 就即使伊斯兰斯这个组织, 它的人数有多少, 你说说吧, 它虽然是恐怖组织, 可是你再看看这个垂帘邪教, 受教受害人之重哈, 打几十亿, 你说说哪个哪个组织更邪恶更恐怖, 而且现在是垂帘邪教这个教啊, 他这个每个人还在高呼万岁啊, 高呼拥护啊, 高呼伟大光荣正确, 你说这这这这这这帮邪恶的教徒真的, 他还好意思去攻击这个穆斯林, 那我说穆斯林咋的啦, 穆斯林也有分不同派流的, 你要切割嘛, 你至少谴责你要谴责, 啊, 极端恐怖IC还是什么, 对吧, 这帮杂缺货全部在那边, 啊, 动不动就是, 动不动就是说绿教穆斯林, 啊, 伊斯兰教什么什么, 我说这些人真的是头脑发昏了他, 他应该跟中东的这些切割才对, 是要谴责的恐怖主义, 对吧, 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这个穆斯林都头发胡子一把抓抓来痛打一顿, 批斗吧, 他们真的是莫名其妙, 我觉得这是有有舆论引导的, 是有故意在操控的, 啊, 中国的这个穆斯林教徒, 我看了一下穆斯林都很理性的, 很少现在哪有出现什么这个恐怖组织的这种状态, 当时就有以前就有一些穆斯林来找我, 说你不要跟我搞什么中国穆斯林民主联盟, 你自己反共就行了, 你不要把我们穆斯林都绑在战车上, 为你们党剑, 成为党剑牌, 说的这是有些, 就是他也不, 就是还不, 还还还, 就是说这是没有民主意识的穆斯林, 个别的穆斯林这样说, 说如果要是让这帮人执政了, 那我们连宗教信仰的权力都没有了, 现在共产党最起码还让我们封摘礼拜带戴头, 让我们信仰伊斯兰, 如果是这帮人上台了, 那么他们连, 恐怕我们连生存都成了问题, 怎么可能再让我们信仰的说, 所以有些人就在说, 我看土共再不好, 他也是, 然后还有些穆斯林的民主人士就说, 我们还是应该多发展穆斯林成为民主人士, 这样将来不被边缘化, 那个如果有一天中国实现民主宪政, 最起码不会让大汉民族排斥穆斯林, 真的打压穆斯林, 各种担忧都有,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担忧都是多余的, 但是现在你看这个事儿吧, 攻击打压伊斯兰安穆斯林的这个事情, 就说越严越烈, 这个火焰越烧越大了, 我真的也开始有点担忧了, 那些没有民族包容, 没有信仰宽容, 宗教自由意识的这些人, 他们哪里是真正的民主人, 他们无非是一些打着追求民主的, 我看他们也是极端恐怖分子, 动不动就扣帽子给这些别的教, 我觉得这些人不好, 其实怎么说呢, 穆斯林兄弟们他们的那种恐惧, 说这帮人上去可能不会让穆斯林有什么好日子过, 这个倒是不用担心, 我觉得这个只要民主化了之后, 大家都有了自由, 对吧, 民族意识, 自觉投选都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, 我想这个不是大的问题, 哪一个现在中国的问题都不是穆斯林素质低下的问题, 也不是汉族人素质低下, 是全民素质低下的问题, 都不要分彼此你我了, 现在我看了还是一个体质的问题, 如果体质不改, 人的素质永远都是低下的, 文化永远是提高不上去的, 而且文化是不能包容的, 不能并进的, 它就是一种, 这种共产思维就是以天斗, 其乐无穷以地斗, 其乐无穷以人斗, 其乐无穷以种族斗, 其乐无穷, 它就永远都不可能和平, 不可能和谐, 所以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素质的问题, 不是说穆斯林素质低, 喜欢好斗, 那汉族不好斗, 你看看微信群里面那么多的汉族到处攻击人, 这个真的是很头疼的, 这不是哪一个族群的问题, 是整个国民, 它是整个国民素质都低下的问题, 那你说汉族人的这个不好斗, 不恐怖, 不极端, 其实他们的冷漠才更恐怖, 在我看来, 老人跌倒了都不敢服, 真话不敢说, 实事不敢去做, 该揭露的不敢去揭露, 一方面狼性, 面对弱势就是那种伶牙历齿, 面对欺负弱小, 欺负那些少数民族, 他们就很厉害, 面对权贵, 他们就低眉线眼, 这些人不恐怖, 在我看来就是恐怖分子, 一样的, 所以法蒂玛, 我不是说什么, 你也不用为这个什么什么穆斯林, 有一些某些人素质低了, 好斗来内疚, 现在汉族更应该要反省, 真的, 汉族我自己是汉族, 我就觉得我们汉族真的是闹种, 全部闹种, 真的, 该争取自由都不争取, 该尝试都不尝试, 该呼吁都不敢呼吁, 该呐喊都不敢呐喊, 整天就是喜欢微信群, 你逗我, 我逗你, 你撕毙我, 我撕毙你, 都能干些什么, 整天就是欺负了, 你看看猴心, 不就是被这些人撕毙到进医院了, 现在甘愿了吧, 虚伪, 然后这后面又来一句, 我祝愿他身体健康, 早日康复, 我今天早上看到那些平时撕毙他的人, 我今天我看到我都恶心, 你知道吗, 我觉得这些人真的超级虚伪的, 不得了, 平时呼吁道德律己, 法律律人, 关于道德的东西, 自己就不要在微信群吃, 什么抹黑了, 攻击了, 质疑了, 都没有到达犯罪的那个程度, 就闭口了, 就是这样的意思, 呼吁来, 呼吁去, 没有效果, 还在喜欢撕毙, 就喜欢撕毙, 现在人进去, 在那边, 我祝福侯心早日康复, 我今天早上看到某些人嘴脸, 我真的, 我直接丢他自己虚伪, 特虚伪, 真的, 汉族人特虚伪, 我超恶心他们的, 现在越讲得越生气, 真的, 都懒得说, 汉族你以为都什么, 都好啊, 不见得, 我觉得咱们这个群啊, 真的是还是, 真的很好, 很温暖, 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, 咱们这个群里边的, 绝大多数人, 我感觉都是确实, 素质教养, 最重要智慧, 都很棒, 每次遇到什么事, 都能明辨是非, 都能够, 有一腔的正, 就正义感很强, 能够仗义直言, 能够伸出, 友善的援手, 我在此啊, 真的是, 向大家, 表示, 那个, 崇高的敬意, 深深的感谢, 嗯, 非常感谢你们, 我替, 全体穆斯林, 感谢你们, 真的, 我, 我可以代表穆斯林, 发自内心的, 由衷的, 深切的, 向你们, 致敬, 致谢, 谢谢你们, 亲爱的朋友, 我的兄弟姐妹嘛, 哎, 其实我们穆斯林, 现在心里都特别难过, 因为知道土共要打开杀戒了, 要对西北的穆斯林, 大刀已经高高的举起来了, 正向穆斯林的头上砍去, 我们真的很担心, 害怕, 昨天, 新疆的穆斯林, 跟我说, 说怎么办呀, 以前在南疆, 气氛很紧张, 共产党对他们严防, 就是那个, 一直都把他们当贼一样的防, 说现在, 乌鲁木齐也很紧张, 出门查身份证, 然后看手机, 手机上只要有阿拉伯语, 就给你抓起来, 然后还有一个穆斯林, 是个警察, 他说他们在摘月里边, 根本不让他们封摘, 专门就都留, 是穆斯林, 留在单位里, 吃工作餐, 盒饭, 就是不准封摘, 不准礼拜, 不准带盖土, 不准上清真寺, 他们礼拜都悄悄在, 那个什么, 家里做礼拜, 要一旦让土共知道, 你是一个, 前程的, 信仰伊斯兰的人, 他会把你, 调离呀, 或者辞退呀, 反正就是, 就是一种提示, 最重要的就是, 他要排出一击, 他们不让这样的人, 在他们的队伍里, 呆着, 所以有很多穆斯林, 都是悄悄的, 晚上回到家里, 做礼拜, 不敢在单位, 透露自己的信仰, 不敢表露自己的宗教, 反正是, 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, 还有一些穆斯林, 就新疆的穆斯林退群了, 退我的民主群, 我问他们为什么退呀, 他们说是, 查得厉害呀, 说的那个, 在路上经常看你手机, 一旦要发现, 你手机里边有这些, 就是有咱们民主群的这个, 群铁子啊, 这种内容, 不得了呀, 非常严重的, 那抓起来都是重罪, 别想出来了, 没住杀头的, 都真的是很严重, 我说我理解, 理解, 理解, 我说你们出门啊, 那个最好不要带这种手机, 换一个手机, 什么也没有的手机, 只能打电话的手机, 把微信卸载, 我说没有密码, 他也登录不了你的微信, 我说你如果遇到危险, 你就赶快退, 退群, 我能理解, 我说需要进群, 我在家里, 我说没事, 安全第一, 一定要注意安全, 我说现在大刀已经举起来了, 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, 还有我跟他们说, 我说那个什么, 你们去, 昨天有一个叫永泉的穆斯林, 他很担心, 他跟我说起来都哭了, 他说他的一个亲戚, 就是因为手机里有阿拉伯语被抓了, 人家不放, 说这是敌对分子, 然后把这些人通通化成敌对势力, 我说他心里很难受, 他问我怎么办啊, 我怎么办, 忍呗, 能怎么办呢, 我说低调一点, 夹着尾部做人吧, 我说因为人家手里有枪, 有钱有人, 人家有那么多的军队, 武警, 我说还有重武器啊, 我说咱们不能以卵及时, 我说忍吧, 夹着尾巴做人, 你去跟那些清真寺, 我说你去找些清真寺的阿红, 我还昨天宜在跟他说, 我说宜在一定要去找, 找一些姨妈妈阿红, 让他们清真星期五, 讲乌尔兹的时候, 一定要给穆斯林大众讲一下, 不管是维族, 回族, 还是哈萨克, 塔吉克族, 我说一定要给他们大家讲一下, 一定要忍, 兼忍, 我说只能忍, 我说这个不光是你们的, 你们本民族的问题, 我说是整个中国穆斯林的问题, 还有还是, 如果你们忍不了了, 你们会殃及驰鱼, 你们会对整个中国的穆斯林带来灾难, 你还会对整个世界穆斯林产生不好的影响, 我说给受人以禀, 人家正好想镇压你们, 想打击你们找不到借口, 我说千万要忍住, 说个男性话, 他杀你都不要反抗, 我说这个是小不忍, 责乱大谋, 然后那个穆斯林就说怎么办呀, 就害怕, 说经过我们在中国的日子, 很难过, 那个整个现在共产党, 就在找山洞这个新疆的汉族排出穆斯林, 欺负穆斯林, 就希望你穆斯林起来反抗闹事, 然后好借故镇压你, 他们有些警察办做那个穆斯林干坏事, 还有些就故意去挑衅穆斯林, 拿着猪肉去往穆斯林身上衣服, 脸上抹, 就是想让穆斯林, 就想激怒你, 就想让你发生点什么, 然后就可以大开杀戒了, 就可以以什么分裂国家罪, 恐怖袭击的罪名, 镇压你, 甚至灭绝你, 他们我们宁夏的这边有很多的武警部队到了新疆, 参与镇压, 当时有些武警战士回来以后自己都哭啊, 因为小伙子没杀过人, 说在那边他们屠杀了四个村, 本来说留老人和小孩, 后来说不行, 说盼那个消息走路, 结果把整个村子, 那几个村全部都脱了, 一个活口都不留, 然后挖了坑来了, 还把那个什么这边的, 你就是还有一条街也得脱了, 反正这个消息呢, 说实在的呢, 不知道准不准确, 但是确实共产党对穆斯林, 但是土共确实是对穆斯林下毒手, 他们做得很过分, 我们宁夏这边有一个穆斯林, 身份证是维祖, 到北京出差, 很多宁馆都不让他住, 几乎都住不到房子, 然后只能住私人的那个小旅馆, 他人家不但不让他住, 出门就有人跟上了, 便衣就跟着他, 然后他说他每到的那个, 他不让他上飞机, 地铁啊什么, 还有很多关口都查他, 限制他的自由, 他在楼上住, 人家楼门外都有便衣, 转来转去, 就把他, 就如临大敌在防范他, 给他气的呀, 他说这简直是官邸民法, 我们最近宁夏这个, 嗯, 书记, 第一把手李建华, 他就在召开会议的时候, 就跟那个, 嗯, 这些官员们讲, 以后不要再支持穆斯林搞什么, 清真食品, 嗯, 要那个什么, 嗯, 不准他们讲伊斯兰, 那个不许他们宣传, 那个古兰经啊, 圣讯伊斯兰, 说防止西北伊斯兰化, 嗯, 一定要把他们汉化, 嗯, 提倡回汉同婚, 要把这些穆斯林, 要尽快的汉化, 然后把他们, 意思就说这个穆斯林, 对我如果要是壮大了, 对图共的这个统治, 构成了威胁, 我觉得, 蒂玛你的担心, 也是我的担心啊, 我觉得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, 因为现在国内压力, 这么大的状况下, 我觉得之前, 虽然图宋华, 他有一些语, 语音, 要不是说, 提到萨老师一提到, 那个什么美台建交, 对吧, 美台建交引发, 这个台海战争, 对吧, 这个说法, 我觉得不屑一顾, 后来我看过美国之音, 他那个, 不知道谁有一段, 想过说, 中共一路来, 他们喜欢, 为了缓解国内压力, 他喜欢打仗, 我曾经也是, 听过这种说法, 说他们可能会打, 有一种可能是打朝鲜, 当然打朝鲜的可能性比较小, 当时一般挑动情绪, 看就是什么仇日啊, 或者是打台湾啊, 这种说法都是理见不宣的一个做法啊, 而且他说, 就说共产党很, 真的是很害怕西北穆斯林团结, 害怕, 就是说也不让穆斯林群居, 都是把他们打散, 在各个小区, 让你们没办法凑在一起, 就是一是被, 最后被汉化,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, 有很多人监督, 控制你, 让你不能聚众, 他们真的是对穆斯林, 如临大敌, 他们是很害怕, 很防范的, 所以现在就是挑起汉族, 集体来防范穆斯林, 甚至排斥, 打压穆斯林, 那个, 我们这边的, 有很多的阿红都被叫去开会, 就是如果, 就让他们宣传什么热爱党, 热爱党, 但是现在看来的话, 有可能朝着拿这块来开刀, 也很有可能, 所以真的是要非常小心来, 警惕这个事件的, 给他们找到借口, 但是我也比较担心的, 我说实话, 那个特别虔诚的穆斯林, 别想做什么姨妈母阿红, 他们考试都要进行考核, 还有包括政府用人, 不虔诚的, 根本不信仰伊斯兰的回族, 甚至特别听土共话的人, 他们都是重点培养, 积极提拔重用, 以回致回嘛, 真正的虔诚的穆斯林, 绝对是排斥, 甚至监督控制, 还有些干脆就把你关起来, 有那个文革期间不是杀了很多阿红姨妈母吗, 现在也有, 我知道一些阿红, 就是特别虔诚的阿红被抓了, 三亚就有几个姨妈母都被抓了, 关了很长时间, 好像也至今也没有放出来, 温州我刚才跟您说了, 那个我刚才在群里已经说过了, 这个穆斯林为什么在街上做礼拜, 是因为四小人多, 那个清真寺容纳不了那么多穆斯林,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, 他们就在附近的还比较空旷的地带, 鞠躬后头做礼拜, 也是比较安静的, 没有几分钟就礼完了, 然后大家会掀起礼拜坛就各自散去了, 没有示威的意思, 不要曲解, 你更没有说有那么多新疆人跑那去示威, 这都是他们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加编的, 跟您说实在话, 现在新疆的穆斯林都像进攻之鸟一样的, 很担心害怕, 他们很低调, 而且他们是被限制出外出的, 限制出境, 限制出差, 他们到哪里, 我上次在飞机上遇到一个新疆的穆斯林, 他就跟我说, 他到哪儿, 他是去成都做生意, 我说那我们同路吧, 我说我已经订好了酒店一起去, 他说我不去, 我去了你也不让我住, 凡是新疆的人, 新疆的穆斯林, 哪个宾馆他们都已经通报了, 内部接到通知, 根本全国的这些宾馆都不接在新疆人, 就新疆人根本就被限制出境, 不让你出去, 出去也是住没住的, 待没待的地方, 所以新疆人也很少出来, 那个你说的这个图片, 纯粹就是一种, 有人别有用心的制造出来的一种东西, 我估计是土供他们专门, 他们的专业最有做出来的东西, 他们故意引起大家的恐慌吧, 我在新西兰的奥克兰见过热比亚女士, 当时她在奥克兰做讲演的时候, 我们很多汉族人也都去, 也为她捐款的, 她在奥克兰大学组织的一次讲演当中, 主要是介绍了这个维吾尔族所面临的这种非常困难的境况, 那么我们海外华人都鼓励她要多跟汉族人多交流, 那么海外的这些民主力量, 包括这个海外民运, 汉藏协会就是藏族, 维吾尔族, 甚至蒙族, 我们都结成统一战线, 包括法轮功, 这些民主力量实际上是有一个民主统一战线在里边的, 那么我们每个民族唯有先获得了民主, 才能够获得民族之间的平等, 这一点呢应该是大家的共识, 对基督徒来说呢, 我不喜欢这个基督徒说那个穆斯林, 就把这个穆斯林作为一个宗教全盘否定, 这是错误的, 就像因为共产党他做了很多恐怖主义的事情, 然后我就说全体中国人就都是恐怖主义者, 那么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对的。 以前呢, 王政委在宁夏做主习的时候, 迎川有一些二十校, 宁夏有一些二十校, 二十校里边除了教大家学阿拉伯语以外, 还会给他们讲一些宗教的基础常识, 因为学习的人多数都是回族, 基本上都是回族, 汉族很少, 然后就给他们讲一些回族的礼仪, 教义, 然后也会学学古兰经之类的, 后来他们就土共宗教局, 还有什么民伟, 就派人到那个阿语学校里去, 就查他们的教材, 那个作业, 学生作业, 就看你宣伟宣传这个伊斯兰教, 如果你只讲阿语可以, 不准宣传伊斯兰, 还把他们学校里边用, 那个有些学校里都有水房, 也有那个礼拜的地方, 给学生老师提供做礼拜的地方, 进去以后把礼拜全都卷走, 拿走了, 把门给封上, 把校长叫去, 严正的训一顿, 说你需要再搞这些东西, 就给你查封了, 不准你开这样的学校, 然后那个对校长啊, 对一些老师就进行监督, 过一段时间就叫在一起, 给他们上课, 让他们宣传要热爱党, 热爱国家, 不要搞什么信仰了, 就是不要不要给他们灌输, 就是让这些人呢, 最好就是因为这个随着西北, 这个很多穆斯林就是被汉化的, 成都非常严重, 慢慢都没有信仰了, 都不懂, 就是不让, 对不懂的也不准讲, 你爱学校就只能讲, 就说对爱学校加以严加的犯犯, 因此呢, 好像也因为这个事儿吧, 把那个王正伟都给碾关了, 我记得原来有三个职务吧, 都是四国籍的, 现在好像只保留了一个虚职, 而且没有实际, 就把他都给消职, 割职了, 就那个, 把他的权利也给拿走了, 就是因为他容忍在西北, 搞这个, 就宣传伊斯兰, 尤其阿语学校里, 主要是阿语学校里宣传伊斯兰, 以前阿公根本不, 除了清真寺, 清真寺一半根本不敢宣传伊斯兰, 然后那个, 同心那边也有个别清真寺被拆, 然后穆斯林闹, 以前呢, 就是宗教政策还是比较怀柔的, 盖清真寺的时候, 他们都给批地, 你甚至有些清真寺还给钱, 让你盖, 但现在不已, 现在他们也就是要严格控制了, 就是不管是批地也难了, 盖清真寺也难了, 举行宗教活动也难了, 一些阿红都吓得, 我感觉他们都跟金公之鸟样的, 像我请他们到群里来, 他们都不敢进来, 请他们参加一些朋友之间聚会, 他都要问问是什么人, 就是不敢参与政治吧, 所有的现在宗教人士都不敢参与政治, 只要参与政治, 那就是很危险的, 首先你的政治前途没就就已经是封死了, 你的人身安全都会受到, 就是很就没有保障了, 随时有可能被抓, 甚至叛你, 所以有很多人根本就不谈政治, 不敢谈政治, 谈政治色变, 还有几年前, 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宁南地区演出, 到部队去演出, 然后我跟他们那个市长聊天, 我说奇怪了, 这个地方这么偏僻啊, 那个也没有什么可以保卫的, 你们军队都驻扎在这些地方干嘛, 我发现而且我们就说宁夏的军队还挺多,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军队驻扎在这里呢, 他们市长跟我说, 因为他们当时我是演出, 他又不知道我是回族穆斯林, 市长跟我说, 我们在宁夏驻扎的这些军队主要执行的就是一个命, 一个使命, 就是防范回民造反, 一旦有穆斯林有什么异动, 风吹草动, 我们立马出动, 立刻就把他们镇压, 把防范以为, 是把那个反抗政府的这个所谓的, 他们担心的暴乱, 这个火焰就是尽早的扑灭, 他说他们上面给他们下达的命令, 在宁夏这些少数, 尤其那些回族自治区域, 回族自治州, 这些地区中央有两个政策, 第一只要不饿死人就行, 第二只要回民不造反就行, 这是底线, 说不希望他们发展, 不希望他们富裕, 不希望回族有钱, 就让他们生存在那个贫困线上下波动, 就让他们一天就疲于奔命, 为生计去奔忙, 无暇再有顾忌别的事, 更不会去提更多的诉求, 也顾不上去风斋礼拜, 就说这些银南的这些穆斯林, 这些人一有钱就想闹事, 就想提这个要求, 那个诉求, 就是让他们每天越穷越好, 只要不饿死人就行, 这样他们就顾不上他们的信仰了, 也顾不上政治上的诉求, 这是他们那师长跟我讲的, 我当时特别气愤, 我真想罢言了, 我说你知道我就是一个穆斯林, 我说你们太差劲了, 我说你们简直就是我们家门口的狗, 没办法说, 这是好多年前我就知道他们的政策, 就是一不要饿死人, 第二不要防范回民造反, 就是这样, 他们那个军队里的那个师长说, 你知道吗, 这个所有的少数民族当中, 信仰伊斯兰的这些民族, 都很有血性, 遇到反抗, 遇到那个什么压迫必然反抗, 然后这个就是国家的隐患, 这个就必须的要盯着他们, 防着他们, 一旦有什么事立刻镇压, 毫不手软, 因为确实穆斯林是共产党的心肤大患, 尤其有信仰的穆斯林, 都是他们的心肤大患, 因为伊斯兰教他讲的信仰是造物主, 他不会因为你共产党我就放弃我的信仰, 他在关键时刻都会选择的是自己的信仰, 而且会为这个信仰抛头路撒热血, 他都愿意为主道而奋斗, 所以很难被土共控制, 被他们利用, 被他们驱使, 就是他们都有清醒的头脑, 理性的思考, 他们不跟你共产党扯一起, 就说你们是无神论, 我们是有神论, 我们肯定是听真主, 听古兰经的, 听盛讯, 不会听共产党的话, 当然一般情况下会守法, 但是如果你共产党不让我信仰一丝了, 你危害, 那个严重的危害了我, 如果你共产党侵占了我的信仰的这个自由, 或者是生存的这个自由, 这个权利的话, 就是我生命受到了危险, 我不能自由的信仰的话, 穆斯林肯定要造化, 一旦造起反来, 就是说很抱团, 很团结, 很万众一心, 而且是很富有牺牲精神的, 所以这个他们很害怕的就是这一点, 他们特别害怕穆斯林, 害怕穆斯林的这个, 对他们的不满, 最后引起大规模的, 对着政府的一些反抗, 所以这个是他们之所以, 挑起民族争端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, 防穆斯林与苦了, 而且历代的这个统治者, 在他们统治岌岌可危的时候, 总是喜欢挑起民族争端, 宗教冲突, 挑起民族仇恨, 然后很巧妙的, 转化这个社会矛盾, 把政治问题变成了民族问题, 所以我觉得我呼吁所有的民主同道, 一定要擦亮眼睛, 一定要看清楚他们的丑恶, 险恶的用心, 不要被利用, 不要做共产党高兴的事, 不要跟着瞎掺和, 天天去攻击诋毁伊斯兰, 攻击穆斯林, 然后就是不要被, 不要帮他们的忙, 打击穆斯林, 你知道吗, 其实穆斯林也是一支非常有力的民族力量, 有生的力量, 穆斯林一旦要参与推强, 如果有大量的穆斯林参与推强, 那么这, 无疑是为我们的民族力量增加了, 非常有效的, 一支力量队伍, 我觉得所以呢, 穆斯林要拉, 而不是推, 不要把他推到对立面去, 要拉穆斯林参与到民主推强的这个队伍当中, 他们这些有信仰的, 有血性的穆斯林, 是一支推强的重要的不可估量的力量, 我希望大家分清分清楚这些, 千万不要做, 轻者痛, 丑者快, 不要被五毛利用, 不要再平白无故的丑化伊斯兰, 我们没事在这, 逮猜攻击穆斯林, 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, 共同推强,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, 就是这个邪恶, 独裁的政府, 政权, 而不是你们的敌人不是穆斯林, 你们不用防范伊斯兰, 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, 穆斯林绝大多数是爱好和平的, 是善待你们的,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应该改变, 就是一些打压穆斯林的人, 应该改变你们的方法, 你们应该多多去启蒙那些没有醒来的穆斯林, 如果你们有本事把穆斯林都能启蒙过来的话, 你想想中国有那么多穆斯林, 有人说有疑义, 我不知道, 至少西北的这些穆斯林很抱团, 很有血性, 他们反抗起来可能是最勇敢的, 和平的这些穆斯林都能启蒙那些穆斯林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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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穆斯林, 感谢您的穆斯林,